全开开了 然后练习就是这个铁儿比较长 要有姿态 然后就是花镜 左右注意错开 花的时候不要丝绊 注意花头这个部分 就是花蕾要点得紧凑 要让它密切 花开了之后 让它逐渐散开 下面 我用墨来点一下 会 点会呢 从花头烧上开始 先把花蕾 下面 我用墨来点一下 会 点会呢 从花头烧上开始 先把花蕾点上去 花蕾墨稍微重一点 点几笔 这几笔呢 要画得有点变化 不要排得太齐 然后把这个镜 主体这个条画上 这个条呢 这个条画上 这个条呢 越长一些 不要太平板 有一点倾斜 然后点花 然后点花 花呢 墨色 要淡一些 要淡一些 上半步 上半步 可以画几个 斑开的 或者是骨的 比如左右 这样可以 如果画上花也可以 把它点成花 花呢 一 一下子不可能 点的 可以呢 琢磨一下 不同变化 点上去 这个呢 还可以考虑 往上 或者往下 也可以往外 这些花都有了 再安排 小的 花图 小花图呢 花雷 可以从下往上 长上去 也可以这么长上去 这头可以接上去 这个孤兔呢 可以横过来 长上去 这可以从底下 长上去 这可以下来 长上去 这可以上去 这样子呢 有了交代 再说锐 锐呢 用中末 从花开始点 再说锐 锐呢 用中末 从花开始点 花呢 从里边 点完了 两遍 再点两笔 三笔组成 一笔 两笔 一三笔 可以找到这个空间变化 这个呢 锐的点一笔 行 这个地方 有一点就可以 这个整体呢 是一个绘 今天点花部分 就介绍到这儿 注意点花呢 平常要练习 先从蓝开始 蓝是一个花 所以要点的要活 末要有用味 然后把姿态片 点花部分 就介绍到这儿 注意点花呢 平常要练习 先从蓝开始 蓝是一个花 所以要点的要活 末要有用味 然后把姿态要点的生动 会还要注意观察 它前后左右 还要互生 还要错看 整体还要一气化成 所以这个需要 底下的训练 要熟练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